2019年最热门的话《毁灭之刃》 可说是漫迷近两年避追的作品 不过没想到在前阵子作者 胡卡胡世晴乐于老师竟然干净立落地为《毁灭之刃》画下句点 二位我也要为大家解析完截篇的彩蛋与剧情 这个展开可以说是让大家都跌破眼睛 根本想象不到呀 主角群CP认证《毁灭之刃》除了主角身世之外 最让读者好奇的 绝对就是CP荡感情线的安排 而在打扮五彩《鬼杀队》解散后 大家原本以为有机会可以看到 幸存队员们甜蜜谈恋爱 没想到最后一话竟然是安排后代女粉丝的铁色而交代 除了探志郎与香奈夫 最终结婚并拥有探眼 与方两个子孙之外 一向郭造却只对以兜子专情的善意 也深知报道得很迷归了 不知道是否在此时不太强 养人的曾孙子女灯子与善照 完美承袭了曾祖父的音量与性格 虽然没有像你兜子一样温柔是有些可惜 但活泼开朗的个性也非常棒 而朱朱一支柱虽然结局并没有交代 她到底是和谁结婚 但从后代嘴平清夜的性格和长相看来 一支柱应该是和叠无夫的小葵在一起了 或许是小葵在厨房的暖心之举 打动了我们野心的朱朱也说不定 九柱的结局 虽然在最终决战过去后 九柱也只剩下水柱 英柱中度三人幸存 不过幸好乐于老师在早市的安排上 还是给他们好结局 水柱和好友相复 英柱依然缘分不断 成为好同学 英柱成为帅气的体操选手 运动里男子果然与前世的性格付贸而合 中度十名与弟弟全民则是当了警察 不过在最后一话 竟然在追着迟到乱跑的探演 这愿分太神奇 而罪恋CP舍练 对于老师还是安排他们来试成为夫妻 并一起开餐厅 过上平淡淡幸福的日子 重复于姐姐 也完成心愿 成为普通高中生 严柱则是当上幼稚园老师 喜爱小孩的他也终于能完成当年的遗憾 严柱则是与探演变成同学 两人一起翻过围墙的模样 实在太逗血 夹着无一郎女哥哥 由一郎转世后 幸好还是结伴同行 两个双胞胎小婴儿 坐在车子里让人超感动 可以看出恶语老师 给哪个柱的职业安排 其实都与前世的个性流色关联 明明之中仍存在命运的强妙安排 青色笔案发的特性 在最终决战前 始终没有给出 完整解答的青色笔案发 也终于在最后一话 由担任了研究员的嘴瓶心液找到答案 原来青色笔案发 是一种笔在白天生态 且一年花期只有两到三天的品种 让无产找了千年的答案 原来自始至终身为鬼 且未光的他都无法获得 可以说是最讽刺的结局了 尼豆子与后代的性格转变 虽然许多粉丝表示 没办法看到鬼话的尼豆子 在后段大显身手 但最终依靠朱世的药物 成功克服体制的尼豆子 也在最终战结束后 和被香奈忽神助攻治愈的哥哥重逢 虽然满话中对于尼豆子的个性 一直都没有过多的刻画 但从善照和冬子的对话也可以看到 原来他们家族世世代代的女子 都是温柔的女性 不知道外向的冬子是已传道 尼豆子鬼话的克制 还是善意的过道呢 朱的顶替规则 有不少粉丝以为 在驻战死后 看只狼 善意 一只柱等人会接连顶替朱的位置 不过在经过最终决战后 等于老师决定把鬼杀队这个传统画下句点 在产无妇当家说出鬼杀队 解散后 再也没有队员 祝福平衡成员 大家也都回归平凡生活 过上没有恶为清晰的日子了 少了鬼杀队和鬼的毁灭之刃 还是毁灭之刃吗 留言在下方告诉我你的看法 都将在不同分镜里采分角色 其中因为鬼无法转世 陆时活着也有千年寿命 所以在最终战成为关键战力 且一直以来挨着朱氏的御史郎 选择以画作来永远纪念他最爱的朱氏小姐 这才是真正的千年约练啊 不过在漫画的最后一画 乐于老师也给每个角色 都安排了适当的画面 不管是探眼在跑步时 遇见了下棋老人三岛慈悟郎师傅 玲珑所敬慈师傅 还是滑着手机的腼腆学生厚腾 校门口的村田 推迫短迷温度的厂屋当家 连蛇柱的小蛇敌丸都有画面 大家也一起来找找看他们都藏在哪里吧 虽然滥画的完结让人感到非常不舍 不过阿伟我倒是相当佩服了于老师 有华夏句点的勇气 毕竟这么热门的作品要收尾 不管是现实还是心理都非常不容易啊 但大家也别担心 日后还有剧场版 动画后续以及严重的翻外片 个片可以追 能继续回味毁灭之人就不是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阿伟 我们下期见